哼 这泡蛋糕这么小 你还自己留着吃吧 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是小小熊一周岁的生日 还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他作为一个小公主降临到我的身边 一路走来都有你们的见证 所以说今天我打算让你们陪着我一起给他过一个美好的生日 不过呢 我得先去找我我的女友 因为这个宝宝是我们俩共同的 走 出发 去小朋友家 小小熊我也带过来了 现在已经来到我往的女友家楼下了 你妈妈怎么还没有下来呢 哎 他来了兄弟们 小朋友 今天是小小熊的生日 咱们出去带他买个蛋糕吃吧 就你这样能买得起什么泡蛋糕 还是算了吧 我告诉你小朋友 虽然我现在不是很富有 但是我作为孩子的爸爸肯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啊 而且今天我还告诉我所有的粉丝 让他们一起见证小小熊的生日 他没看到这条视频肯定会给我点赞 而且也会支持我的 就你拍的热播视频会有人喜欢看吗 今天我要带宝宝去拍照片 你要没事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兄弟们 太好了 他让我也跟着去 行 走走走 到地方了 就是这里 咱们赶紧进去吧 行 兄弟们 小小熊现在正在换衣服 你们别说还挺好看的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拍照了 作为爸爸的我只能在旁边给他加油 兄弟们 没想到小小熊这么听话 第二套衣服了 又换了一套 终于快要拍完了 小胖小 给你瓶水喝 我才不喝呢 你自己留着吧 唉 行吧 拍照片是小胖熊付的钱 蛋糕嘛 咱们必须得去买一个 可是 这几天我身上有点不太宽裕 附近的瓶子也全都被我捡完了 蛋糕钱去哪里抽呀 哎 这里怎么有个盒子啊 里面好像有动静 咱们赶紧打开看看 我去啊 竟然是一只大王八 谁王八掉了 谁王八掉了 这人怕是有毛病 大姐是不是你的 别走啊 哈哈兄弟们 为了一圈没人要 咱们接下来把它卖了 去给小小熊买个蛋糕 就这里吧 老板 甲鱼收不收 哈哈兄弟们 终于换到钱了 咱们现在赶紧出发 去蛋糕店 兄弟们 这些蛋糕都不错 但是我必须亲手给小小熊做一个 和老板谈好价格后 兄弟们 我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手艺 终于做好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嘿嘿 我是挺满意的 现在咱们赶紧回去找小朋友还有孩子吧 小朋友 蛋糕我买来了 看到我买的蛋糕没有 你的都化了 我是跑得过来的 可能天太热了 哼 这破蛋糕这么小 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 你 你干什么小朋友 这可是我亲手给孩子做的